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外边投 只要韩顿军不出来就可以投 好球 这个球也是辽宁队通过自己的掩护啊 投篮 进账 回到篮下 好球 上了满 外轮再刹内线 好多了 好 可以接连 这球大汗没出来 反击 周鹏一步过掉赵绮伟 我们先来看这最后一攻吧 看赵瑞 打赵绮伟 放赵绮伟进来 再推 漂亮 好球 领先了8分 看哈尔森 在斯隆的防守下 接球跳投 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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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给外界的机会 赵瑞命中了正面的3分 哦 斯隆自己投 直接顶着投 这球进了 这球进了 还胜死他这个勾手 显然韩顿军是不怕他的 对 你背打韩顿军呢 韩顿军不怕你 好球 这是老油的一个思路 拆开 篮下非常好的机会啊 背传 这球直接给盖手里了 这球盖下来直接到了赵瑞手里 转换进攻 这次的处理是对的 他在积极努力的 恢复适应比赛的节奏的过程当中 而且在刚才那次 辽宁队的暂停之后呢 辽宁队自己是没得分 让对手得了6分 再加上他 辽宁队换防守了 联防 上来就出现了一次强断 阿德森 没给这个投篮 真快 阿斯今天这个比赛的继续力非常极重 对 一个变化 是 看 斯罗丹枣啊 终于把韩德军啊 向上引了一 一个中方没进 手下来 好球 背着漂亮 好球 这回真是士气起来了 刚才那个球呢 丢了点可惜 那么带来这球防守的不专注 三分的分差 勇大叔请求暂停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比赛的最佳考篮 辽宁队有50%的命中率 而广东队只有22% 这边换防了 没人管 赵俊伟 都大圈 一点连不跟 这个时候广东队需要有人站出来 打到了第四节的后半段 这个时候需要有明星 明星站在 哇 这球都能抛进 8 宁队 两分打成 上发阶线 就是我们说这是一步险棋 乌龙两户杀进来 哎呦 漂亮的封盖 李小炬 往上给 没人了 一打零 没人了 李小炬 分差 40秒钟 对两个队来讲 这个回合都很关键 哈德森 强度三分力中了 这就是哈德森的能力 哈德森大心脏 那这样就不打了 那就没有了 我来投一次 95比90 最终是5分的分差 辽宁队在主场 在绝大部分的时间 被广东队领先的局面之下 通过第四节的一波 开局的强势进攻 完成了比赛的胜利